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車有靜止出發 A車本來是有加速度 一直加速到20秒以後再等速 B車一直都是以等速前進 他說 B車與A車出發的同時 以10公尺每秒的速度恰經過A車 恰經過A車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們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在0秒的時候 當A車開始跑的時候 B車剛好碰到他 然後一起跑 只是說A車是加速度 B車是等速度 他說兩者的速度關係 如這個圖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一開始出發點一樣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VT圖 好那麼他問說 D小子 是問了A車第幾秒可追上B車 好 那A車要追上B車的話 他們的位要一樣 也就是說 我們稍微描述一下 這是B車 A車 然後這是A車 一開始的話 A車跑得比較慢 他們同時出發 A車他是 由速度等於0開始加速 那B車一開始他就有速度了 所以他跑在前面 那A車的話 慢慢加速慢慢加速 慢慢加速以後的話 最後的話 他能夠趕上B車 能夠趕上B車的話 代表AV兩個距離 跑的距離就一樣 當他們跑的距離都一樣的時候 他就趕上了 好那麼假設 他踢秒的時候趕上 那麼在VT圖形底下的面積位移 位移一樣的時候就趕上了 好那你就說 我就令這個踢血的面積 跟這個常鋒血的面積一樣 那就趕上了 這個踢血的面積這是T 這個是20 所以這個是T減20 上底是T減20 加下底下底是T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高的話是15 數以2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那個V車的位移 V車位移就是等數 就10T 就是10T 這個是2T減20 約分 就變成T減10 然後呢 這裡有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52得10 535 所以這是3T 減30 等於2T T減20 那就是說T減20 30 也就30秒的時候 那個 A車就趕上了 這個是30秒的時候 A車趕上 所以第1小題 這個應該要選D 讓我們看第2小題 當A車追上V車時 A車離出發點 幾公尺 當年A車 趕上V車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兩個位移一樣 你算那個V車的位移 可以 算A車的位移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兩塊面積一樣 剛剛我們是令他們是一樣的 那我們用那個V車的位移 比較好算 V車位移的話 就10 乘以多少 乘以30 所以他那個德塔就是 位移 是等於多少呢 10 乘以30 所以呢 這是300 就離出發點 300公尺的地方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C 就要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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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1